南投县妇女咨询委员会荣誉理事长林月昭 曾经是重大疾病的人 因为徐昌俊博士指导的运动 达摩洗髓工提高了自身免疫力 因此举办这场演讲 指导大家如何启动自身的免疫系统 是很难去根治一些的癌症或者任何的疾病 就像博士讲的 癌症是一种症状 它不是一种病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能够让就像种种子一样 让很多的好朋友们都能知道 如何来防范于健康 空污问题严重影响民众的身体健康 县议员赖燕雪希望借由这场演讲 让大家一起来预防埋害对身体造成的影响 最近我们看到我们PM2.5空气的埋害相当的严重 那么也影响到我们每一个国民的一个健康 事工所相当的贴心 今天特别举办一场我们的埋害健康所带来的危害 以及我们要如何做我们的预防健康的一个保健 特别聘请到我们南开科技大学 我们徐昌俊教授来做一个精辟的一个讲席 我看每一位伙伴听得相当的认真 也相当的投入 由此可见我们做这个健康PM2.5的一个预防 要从自我本身做起 每一个人都要扮演相当重要的责任 县议员曾正言也呼吁大家要多运动 尤其是年轻人不要熬夜 才不会让免疫系统降低 我们应该少吃这个糖 那我们多运动 多运动的话就是能够排除一些的疾病 尤其要年轻人 目前的年轻人就是晚上太晚睡了 太晚睡的话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降低 那我们呼吁再次呼吁说 晚上11点之后就要休息了 因为我们的肝功能就是晚上11点之后就要休息 那休息的话 那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康 明天才有更强健的体魄 来好好地处理明天的事情 这场演讲吸引许多民众专程聆听 了解如何以达摩洗髓工的运动提高免疫力 县议员赖燕雪姬真正言也亲自到场 并呼吁民众预防埋害 注意身体健康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